馬馬 嗨,大家好,我是韋德 六月的天氣還是很炎熱 今天我們來到大洲馬場 希望能近距離的接近馬兒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萊德跟Elsa 為馬吃草跟騎馬繞圈的情形吧 馬數很大隻 對,你不喜歡 欸欸欸 牠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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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是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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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是白的都是女的 黑的都是爪爪 不是用顏色分的啦 你還要餵誰啊 這隻腳嗎?你那個吧 他想吃欸 他說他要吃快點 手頭伸位去給他 他吃好快喔 手伸起來就好啦 舉手就好了 對對對 不要害怕 他說你們都不餵我 快點餵他吃啦 對 舉手再丟一個 沒關係再舉手就好了 先走 又掉了 這一點好說他要是 一點點的哦 你看 又掉了 舉手 在敲門 牛肉 它是臘還沒吸薄 Ride的桌子 一直有在跟Ride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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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Ride的桌子不停的晃動 你的有點擔心 我一下就結束了 看到了要殺開始吃馬了 聽到這個話喔 一樣,你做完 教練就把手 滑在Ride的桌子上 牽著馬 牽著Ride的Ride的桌子 看著另外一個完成自己 牽著馬 跟他說的話 還真是有一點奇怪的感覺 一樣,大概剩下三分之一的路程 教練開始帶著馬奔跑起來 一樣,很快就結束了 好,好,這邊 我再次又開始 來看 快要跳 Ride的桌子 很快要走 嗨,大家好 我是韋德 去完大洲馬場後 有些感想想說 我原本以為 萊德跟Elsa是不敢騎馬的 頂多就是為餵馬而已 但是Claire說 萊德贖馬 讓他看看馬有多大一隻也好 就這句話說服了我 來到了大洲馬場 萊德很興奮地餵馬 問他要不要騎馬 心裡還在想 應該會害怕吧 萊德就已經一口答應了 多少也擔心騎馬的安全 但這真的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教練很專業 在短時間內 直到萊德跟Elsa騎馬注意的事情 也安全地帶著他們 繞了一圈 其實 羊衣馬需要很大的場地 羊食費用 照顧費用 人事費用 一般人是負擔不起的 我也去查了 台北體驗騎馬的費用 兩小時 有教練在旁邊解說 一人體驗騎馬 都要價2000元以上 在大洲馬場體驗騎馬 真的是CP值很高的選擇 胃炒一桶50 騎馬繞圈 小孩100 大人200 對了對了 騎馬還是一個會瘦下來的運動 當你騎在馬上 腰桿打直 大腿跟屁股都是需要持續的處理 身體才能跟著馬跑步的節奏去律動 所以 常常騎馬的人 每一個身材都是超好的 如果有機會 請大家都來體驗看看騎馬吧 最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